生孩子 那種享受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當然現在我和家人 我經常覺得 這麼努力去工作賺錢 其實最終的目的 都是想給家人更好的生活 優質的生活給家人 所以不如索性 就在現在努力的階段 就更多陪家人 坦白說我現在覺得 自己好像有點悶退的狀態 因為已經去到養生 然後又經常抽時間做運動 然後我個人又比較樂觀 我經常覺得 退休心才會樂觀 但我現在已經很樂觀 所以 所以 所以我覺得 退休那種感覺 其實是很看心態的 我現在都覺得 我出來工作 有時候化妝整頭的時候 我都是 有時候覺得很悶 但我都會跟化妝和化妝師聊天 然後出來 有時候做專訪 有時候我做電影的訪問 或者抽出新的訪問 一天可以做八個 不同的平台訪問 是說八次同一段的說話 好像碟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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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進行的時候 我覺得很厭 覺得我每天都要做這些訪問 其實可不可以八個一起組合 像王菲那樣呢 八個媒體在一起 我說一句說話 你們就 八個差 八個就同一樣 那就可以 但是我不是王菲 所以 就要八個安排不同的時段 八個小時 每個小時都講同一段說話 但是 現在做我做我做我 我自己調整了我自己的心態 我自己覺得出來工作 出來上班 我覺得是玩的 還有 我覺得做專訪 好像在看心理醫生 那樣 好像告解 好像有得去講 自己的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我現在已經是 那個心態好像很退休 但是當然我都會 一有機會做事 我都會做到自己的最好 好像做運動那樣 就是 發了一個目標給自己 我要做到最好 演唱的 我要怎樣怎樣 但是 那個心態 我覺得我好像 比較成熟一點 我覺得 我現在已經好像 和我家人 安享著天倫 可能你做多一個運動 心情都會開放 但我有設定目標給自己 我也希望 越早退休越好 所以 自己現在都 很努力去做事 還有 也有 適當的投資 希望 未來的將來 都可以好 好像我的歌 那樣 相安無線 好想 that 謝謝 到底